我们是住在加拿大的凯文一家,2022年初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2023新的一年,我们又继续开启了折腾新家的过程,凯文爸亲手打造的家庭影院和工作室让全家惊叹不已,而更让我们惊叹的是,在中国春节到来之际,爸爸中西合璧,带着全家将圣诞树秒变发财术,之后更是在除夕夜,首次挑战独自制作10个菜的年夜饭。 接下来就将这内容超级丰富的一期Vlog分享给亲爱的大家 我的电脑桌来了,就是爸爸在Costco的那个官网上又帮我重新订了一个电动升降桌,已经送到门口了,还挺快的,才两天吧就送到了 就是之前爸爸给我买的那个电动升降桌,还有那个电脑嘛,现在变成爸爸的 因为现在爸爸也得有一个工作台,一个电脑,然后我的话就重新又买了一个 就是,哎呀,Costco官网上我发现有一个这个电脑桌,它是玻璃台面的,就比之前那个还好看 这回就是我们那个两个小卧室,一个是爸爸的工作室,一个是我的工作室,一人一个升降桌 就是我们之前,前段时间把这个主屋,床全都给腾空了 然后以前是这个房间是我们的卧室,然后把那个房间给转到这屋来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屋阳光特别好 然后就在这屋睡觉,以前我们这电脑房本来是我的,然后现在爸爸用了,他也需要办公室 觉得还是这个房间比较适合我,然后就这个房间接下来变成我的工作室 然后把床还是得挪回来,还是放到这屋 天啊,你俩怎么那么会玩呢 卡琳坐到这个袋子里边,让哥哥推着的 你俩可真逗 桌子已经组装好了,现在先调试一下 看着还挺高级的 这也是电动升降 哇,这还有个抽屉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充电口 完美 现在这屋空空荡荡 到时候这边爸爸会帮我装一些小柜子 两个小可爱在这,可会玩的 看够了吗,看够了妈妈就要下锅蒸了 该给凯琳吓的 好大的蟹 先蒸第一只 离那蟹远点啊,凯琳 离那蟹远一点 我放到脚上 脚上 让它翻过来啊 它一翻过来不就到处爬吗 就该跑了 看,看着大螃蟹 看着大螃蟹 看着吓一跳 嗯,看着吓一跳哈 抱抱,让哥哥抱抱 第一只蟹已经熟了 看看这蟹多大 你看看看,那我就熟了 你的手比凯琳的大 这是最大的鲲 爸爸说给我一个惊喜,让我看看 哇,这么好看啊 今天的新的电脑桌 爸爸帮我按了一个灯 放个灯 好好看啊 这回我的电脑桌下边都会发光了 哇,你好会装那个呀 真好看啊 好温馨的感觉 哇 哇塞 这回我电脑桌也太好看了 每天换一个不同的颜色 看着俩都快疯了 哎呦,天呐 爸爸回来买了这么多的东西哈 电脑桌,沙发,你们全都买的 哦,是吗 这回是在哪个地方买的 IKEA IKEA又有货了 你妈沙发了 嗯,凯文就惦记着他的沙发呢 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台灯 哇 哇 哇 你就是把你的手机往这儿移好 就充电了,不需要充电 啊,这是给手机充电的地方 挺简洁,大方的看着 嗯,挺好看 给你这个绝配吧 好搭配我这桌子呀 这台灯让人挂我的这个耳机 实在是刚刚好 太棒了 一直就缺一个挂耳机的地方 哇,今天这种灯光效果好棒啊 我要玩耳朵吧 要玩耳朵吧 让爸爸先拆沙发 爸爸买了一个特别便宜 但是说很好的沙发 这个沙发多少钱? 200多 这个是爸爸买的用来看电视的沙发 然后还给他俩单独买了 在网上订了一个 就是像大积木的那种小孩的那种沙发 等那沙发来了 估计他俩更得疯狂了 哇,这是底座呗 下面还带弹簧呢 嗯 都踩了,都都踩了 嗯 捡一碗小沙发 马上就组装完了 这沙发还配了两个靠垫 凯文 凯文 快起来 嗯 这样帅气的 这小沙发是放在楼下那个试听室的 他说我们这个电视也要挪下去 哒哒哒 哈哈哈 太可爱了在这儿 小时候这沙发呢 哈哈哈 这样帽 舒服 这样帽 舒服 哈哈哈 可幸福了哈 躺在沙发上 哎呀,抱抱 姐姐,你坐,看电视 这还能坐仨人 哎呀,他们两个太合适这沙发了 啊,挺好 没事,往这上面一窝 看看电视,挺好 嗨了 这位HAPPY 哈哈 刚吃了个晚饭 看这俩在这儿 可会享受了 已经开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看看爸爸给我装好了 上面还帮我装了这种彩色灯光 太温馨了 现在这个书柜也有了 就这个柜子也有了 把我各种摄影的器材乱七八糟 全都能摆在上面了 平时都是堆的乱七八糟的 耶,哥哥 哥哥哥 现在要把这个沙发和电视 挪到楼下视听室去 接下来这个客厅就不用来看电视了 客厅会有新的规划 爸爸已经把这个影院的灯光效果 都已经装出来了 小型家庭影院 爸爸装这灯光效果 我现在太有影院的感觉了 凯琳可爽了在这看电影 阿凡达 爸爸装这灯光 可以调各种颜色 这个背景灯 想喜欢什么颜色 就挑什么颜色 好多颜色呀 快看 凯琳怕不怕 大恐龙 太傻了都 恐龙刚才吃了一个火焰 对 看恐龙 哎呀 恐龙来了快跑 两个小家伙刚睡醒 然后我们那个 爸爸提前给他俩订的那个形状沙发 然后给送到了 被他俩激动的呀 妈呀已经听到尖叫声了 看哥哥尖叫的 哇 看你们两个的小沙发 这是我们朋友给推荐的 就是小朋友特别喜欢这种沙发 就是它又是沙发又像积木一样 可以拼各种形状 好等一会儿啊 爸爸去拿图纸了 然后咱们照着图纸摆 今天阳光又是这么的明媚 又是一个好天气 嗯 这回你俩可以有的玩儿了 他这是推荐的 可以摆成各种各样的 凯文会不会摆成 凯文兴奋的 这个 拼这个 哇真好啊 哎呦抱抱了 挺好啊这质量 嗯下去吧 嗯来吧 耶好棒啊 哎呀哎呀我天哪 这挺有意思 挺好玩的 看我是不是 嗯 哎大人也可以玩这个 哎呀这个形状好 这个好像可以跑的都有 哎呀哎呀哎呀 小朝天辫 哈哈 躺着舒服哈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毒公桥来了 他还挺有招的呢 还知道四肢着地 哎呀耶好棒好棒 凯文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哎呀好 啊可以 真好 各种形状搭了个遍 可是给他俩嗨的不行了 哈喽 这沙发支撑力是真好啊 看这样他都能撑住 哎呦 现在我要给爸爸和凯文剪个头发 马上就要春节了 嗯 嗯 这是最终的版本 刚刚剪的 清爽多了 出发出发 现在爸爸回来了 要带着我们去中国超市 马上过春节了 去买点春节的一些小装饰品啥的 让家里有点氛围 马上交过中国的春节了 我们这圣诞花环还挂在门上呢 爸爸一带我们出门可开心了 我们到了 现在都已经快下班了 我们才到 好像都没啥人了 果然这边有好多好多的 中国春节的这些装饰品 看着红彤彤的 好有节日的氛围呀 好看吗 凯文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新年 这个红灯笼 真漂亮 这个是中国的鞭炮 这个是假的鞭炮 这个是装饰品 哇 这也太长了 这一串 怕有中国的氛围了 这种小小的想挂件 特别漂亮 可以挂到我们那个圣诞树上 我们打算那个圣诞树 上面的装饰品给摘下来 然后全都换成这种春节的装饰品 挂在树上 这样我们的树能用两个节日 哇 大丰收啊 他俩可开心了到这 这小灯笼好好看啊 这边好多的红包 两个小家伙 还有爸爸拿了好多好多呀 我们大丰收了 够吧 够吧 够啊 一人一串小灯笼 回家挂到门两边 买了一个这个福字 这边好多的春联 但是我们没太相忠 今年就不挂春联了 你看我们凯琳抱着一个小兔兔 咋这么可爱呢 太Q萌了 这金子不错 给你俩买一串金子 好 大功告成 全都买完了 现在可以回家啦 爸爸回来了 现在把圣诞树上 那个圣诞装饰给收了 然后换成我们这个春节的装饰 这挺好 我们这买一棵圣诞树 能用两个节日 现在我们房间里面 洋溢着春节的氛围 放着春节的音乐 怎么这么搞笑啊 配上这个圣诞树 这是中西合璧 爸爸听着这欢快的春节小序曲 在这拆圣诞树 大功告成 现在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圣诞装饰品 全都拿下来了 圣诞装饰好多呀 明年再拿出来挂 现在把我们的新春装饰拿出来了 红彤彤的 好喜庆 挂吧 凯文要挂第一个 好漂亮 现在爸爸来挂 你俩负责挂小的 这个大的你俩挂不了 这是福袋 这个小的 这个是小的 看哥哥挂得真好 真好啊 真好啊凯琳 这是凯琳挂的春 还知道把她那个揪一下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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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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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